大家好,我是一毫米足迹的田径 这次我们来到了泉州老城区的图门街 在这一条不长的街道中 有安静儒雅的文庙 香火鼎盛的官地庙 抑郁风情的清静寺 他们比邻并肩 你烧你的香,我拜我的孔子 他做他的礼拜 千百年来,各种宗教信仰和谐共处 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唐朝的时候,泉州迎来了全世界的商人 其中阿拉伯人最多 那时候还没有清真寺 穆斯林是在伊斯兰圣墓做礼拜的 我们之前的视频介绍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到了北宋大中降服二年 也就是公元1009年 回历400年的时候 阿拉伯穆斯林就在泉州建了这座最古老的清静寺 起初叫圣友寺 阿拉伯语意为 爱苏哈普大寺 是仿照14世纪 中亚叙利亚大马士革 伊斯兰教建筑形式建造的 门票只要三块钱 在北门附近的游客中心购买 但是要绕到南门才能进去 一道清静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用灰绿盐和花岗盐建筑的门楼 是伊斯兰教摘月里 阿红上去看着月亮来决定开摘日的地方 上面专期的部分就是后来重建的 穿过门楼 右侧就能看到两块花岗盐的石碑 左边是明万历37年的重修清静寺碑 右边是元智政十年的重修清静寺碑 原来是在另一座清静寺里的 四毁之后 碑就移到图门节的清静寺里了 碑上记载 当时的泉州已经建有六七座清静寺了 是中国伊斯兰寺院中可考的最早汉字碑记 再往里走 北面围墙正中 镶嵌着一方外框红色的石刻 是明永乐五年 明称左诸地 颁发保护清静寺的赤域 是因为连年战乱 伊斯兰教寺院遭到破坏 于是皇帝颁布圣旨来保护穆斯林 石刻的旁边 就是清静寺中的奉天坛了 阿拉伯语教麦斯吉德 是以前阿拉伯商人做礼拜的地方 我们面朝的是正西 是伊斯兰圣地麦家的方向 这片墙叫米哈拉布墙 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礼拜朝向 墙壁上的阿拉伯文石刻 刻的都是古兰经 还有阿拉伯文纪念碑 据说当时礼拜大殿 有着非常精美的圆顶 只可惜在明万历年间 泉州发生了一次8.1级的大地震 让这个圆顶倒塌了 现在只能看到门墙 门楼和几根石柱 明龙庆元年 也就是公元1567年 寺内建的一座比较小的礼拜店 叫明善堂 是一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礼拜场所 明善堂前制作金雕的 宋代出水莲花石香炉 原来是放在奉天坛的 后来因为奉天坛无法避风雨 教徒们都到明善堂做礼拜 香炉也跟着过来了 再后来 为了容纳更多穆斯林前来做礼拜 清静寺东边新建了一个礼拜大殿 伊斯兰教礼拜堂 行制与奉天坛相同